今天洗的這一台在上一年十一月份已經洗過了 因為客戶在弄饅頭的時候不小心燒焦 不管用了什麼樣的清潔機都沒有用 也好又叫我再來洗一遍了 味道 超會打鼻底了 上次我記得你說有找人來修理 之後就修好了吧 你不是說一個月嗎 對 動工會比較久一點 那我可不可以再換一台試試看 如果我換一台它還會啪啪啪那就是正常的對不對 結果原廠說你要換可以可是你要貼錢 之後維修費還是要貼 對阿 對阿 所以我這樣 你知道我整個大傻眼 對 可是通常會在這邊走到 其他品牌是有機會的嗎 其實說真的啦 其實說真的 真的還是要看品牌廠商 他願不願意 其實我認為這個東西 真的對他們來講都是小錢的 你知道嗎 你維護生育也還是算比較重要 對阿 你產品做出來 有問題我們要改進嘛 對不對 這個我覺得是很基本的東西啦 但是 你就一句話說這個是正常的 我真的說實在 我如果是客戶 我真的也沒辦法接受 阿就是這樣子阿 阿就是這樣子 算了阿都已經買了對不對 對不然 對啊 不能怎麼辦 欸 都已經買了 就算了齁 就算了 用吧 這就是為什麼我總是在說 你問冷氣業者哪個品牌比較好 是不準確的 因為不管你問的是冷氣業者還是冷氣師傅 他們都沒有使用經驗 因為冷氣業者或是冷氣師傅 他們只有製造經驗與安裝經驗 使用經驗的獲取是來自於消費者的體會 消費者沒有跟你分享你就得不到使用經驗 使用經驗關係到 售後服務速度 售後服務態度 故障率 省電等等 所以你問一個沒有使用經驗的人 是沒有用的 也因為這樣 我才知道所有品牌的優缺點 還是那老話一句了 我說誰好話壞話 我都沒有收任何一毛錢 信者很信 不信者別信 這影片一出啊 我看應該也有不少經銷商要來威脅我 網路真真假假 大家要努力學習分辨真假的能力啊 你別來直接問我 因為我沒有那麼笨 萬一你是防疫派來的 怎麼辦呢 對吧 沒問題 沒問題 那一 Cri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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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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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